心情特别的不好 我们家有亲戚嘛 然后他生病了 然后现在要做骨髓的配型 就是这个是需要去医院做一下骨髓的配型 就要需要很多体检啊 可以啊 真的吗 如果可以的话 当然了 近日郑爽被前男友手撕 保出大云气氧 直至被官方出面彻底封杀 提起来也是让人唏嘘不已 然而同样是前男友的张翰早前和郑爽分手 即便是被骂山热搜 也从未说过郑爽一句话话 提起来也只有满口的称赞 她是一个单纯的女孩 你喜欢的东西 看到好看的东西 或者说看到一些美丽的风景 最爱的人去分享 是一个男孩的长得一个过程 那我不是为自己活 跟自己一个心爱的人 其实不需要去拥有太多东西 底时的张翰郑爽应居相识 张翰在节目中询问 郑爽是否愿意给自己的亲戚 做骨髓移植 郑爽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张翰当时也是差点哭出来 抛开别的不谈 郑爽的此举 确实值得张翰记一辈子 有当时所欲非人 放到郑爽这里 或许便是最好的